作曲 李宗盛彌 風格 響街 在這個三角形中 你用正義賺出這條式 即是這條式 再移項,再按相機 就賺出X等於11.77 你明不明白? 明白了,謝謝表哥 別客氣,不過說起來我快要教三角比 現在是時候避下課了 對了,表哥,我看到你有一部這麼漂亮的攝錄機 其實可以拍一些短片,放在電腦上用 有了這些生活化的內容,學生會比較容易 也很提議,不過到時候拍片要你幫忙 沒問題,其實我們還可以找智光、大伯 三角鶴的英文名稱Tricolometry 是來源於這兩個希臘字 第一個字是三角形的意思 第二個就是量度的意思 所以三角鶴其中一個主要內容就是 計算三角形的邊場和角的大小 預備,開始 三角鶴的最基本概念就是三角比 什麼叫三角比呢? 不妨先看看以下的測量問題 我後面的旗桿是很高的 是很難爬到上頂,量度它有多高 誰知道可以找到旗桿的高度 其實這個問題不難解決 只要利用物件的影長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先量度旗桿的影有多長 然後又在地面樹起一枝短棒 量度棒的高度和棒影的長度 由於太陽光投射到旗桿和投射到棒的角度是一樣的 所以這兩個三角形相似 利用相似三角形對應邊城正比例的關係 那旗桿高度就等於 旗桿的影長乘上棒的高度和影長的比值 這個比值是一個直角三角形兩條邊長的比 叫做三角比 三角比是和直角三角形銳角的大小有關的 例如太陽光投射到棒的角度改變了 那棒高和影長的比就會不同了 要找剛才的三角比 我們只需要知道太陽光的投射角度就夠了 唉 拍了整天早上都很累了 不過都好像還入正題一樣 入正題的了 接著我就會介紹三種常用的三角比 你過來 好 阿 紫健 你知不知為何會有不同的三角比 我知道 一個直角三角形 假設這個銳角是Fater 這條就是Fater的對邊 這條就是Fater的輪邊 這條就是斜邊 在這三條邊 我們任用兩條邊來比較 這樣就會有不同的三角比 譬如 將對邊和斜邊比較 就有其中一種三角比 叫Fater的正言 英文叫Side of Theta 簡寫就是這樣 Side Theta 將鄰邊和斜邊比較 就有另一種三角比 叫Fater的語言 英文叫Coside of Theta 簡寫就是這樣 Coside Theta 如果將對邊和斜邊比較 就有第三種三角比 叫Fater的正次 英文叫Tangent of Theta 簡寫就是這樣 Tangent Theta 說得很清楚 不過我有點不是很清楚 我們可以用計算機 按出不同角度的三角比值 但是這些比值是怎樣得出來的呢 三角比的正確數值 就要用比較高深的數學 試計算得到的 大約的數值 就只要用簡單的圖解法 就可以找到出來的 方法就是這樣的 在方格子上 唯一一個半徑 是一單位的圓 沿著X軸 用半徑OP 如果將OP 繞著圓心O 依反時針方向旋轉一個角度 Fater 再由P 作垂直線 PQ 到X軸 這樣就得到一個直角三角形 OPQ 在三角形OPQ裏面 Side Theta 等於對邊比斜邊 等於PQ比1 等於PQ 即是說Side Theta 等於P點的Y座標 如果Fater的度數是15度 Side 15度 就約等於0.26 度數是30度 Side 30度 就等於0.5 度數是45度 Side 45度 就約等於0.71 度數是60度 Side 60度 就約等於0.87 度數是75度 Side 75度 就約等於0.97 有個圖看到 Fater度數 Fater 度數越大 Side Theta 就越大 當Fater接近0度 Side Theta 就接近0 相反 當Fater接近90度 Side Theta 就接近1 所以 Side Theta的值 是在0和1之間 原來正言的數值 是可以這樣找出來的 那其他三個比 又是否可以這樣找出來呢 是的 語言和正設都可以用這個方法 找出它們的近似值 譬如找語言的近似值 由於Coside Theta 等於輪邊比斜邊 等於QO比1 Coside Theta就等於QO 等於 PR 那不同度數的語言 的近似值 就是這樣 有個圖看到 Fater的度數越大 Coside Theta的值 就越小 當Fater接近0度 Coside Theta就接近1 相反 當Fater接近90度 Coside Theta就接近0 所以 Coside Theta的值 是在0和1之間 至於找正設的近似值 我們可以先在S點 作出垂直於X軸的直線 再將OP延長 並且與垂直線相交於T 於是有直角三角形 Ots 由於Tanget Theta 等於對邊比輪邊 等於ts比1 等於ts Tanget Theta就等於T點的y左標 那不同度數的正設的近似值 就是這樣 由剛才的結果看到 Fater的度數越大 Tanget Theta的值就越大 可以大於1 當Fater接近90度 Tanget Theta的值 還會很大 講完三角比 可以講一下它們的應用 子健又要你幫忙 幫我聯絡一下至剛和大白 沒問題 等我們做吧 師哥 這麼巧的在哪 喂 蕭強 這麼巧的 最近呢 幫家商場搞些設計的東西 現在約了人家 聊過樓梯的土側 哦 那不如你給我一些新設計 我開眼界好嗎 我搞了整晚通宵 你准看嗎 是啊 最好有所謂 這個就是 一條直上 幾有氣勢 氣勢 對就是 不過樓梯這麼斜 一條直路會有點危險 不如這樣 如果改成這樣 這樣 這樣改成這樣會不會好一點 改成這樣 傾斜角度少了多少 等我算一下 好 子健 幫我算一下 好 在第一幅圖裏面 傾斜角pheter的對邊 比輪邊 就是角pheter的正設 即是tangentpheter等於3比4.5 首先將3除以4.5 然後按等於 再按inverse 最後再按tangent 這樣我們就找到 傾斜角大約是等於33.69度 在第二個圖 同樣做法就得到 tangentpheter等於0.5 第二個傾斜角 大約是等於26.57度 嗯 這個傾斜角就是33.69度 而這個就是26.57度 小了很多 那條老母金車 就可以方便到老人家 還有走路有困難的人 值得考慮 一定考慮 但是我時間夠了不好意思 OKOK 這樣我忘了你 那我先走了 好 下次喝茶 好 幫我幫我 OK 拜拜 這裡風景相當不錯 看看有什麼可以拍一下 表哥 嗯 這個標誌寫著1比10 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標誌 就是代表這段路的傾斜道 上面寫著1比10 意思就是當斜路上面 2點的水平距離是10個單位 他們的垂直距離 就會是1單位 好 爭取時間 我們應該還要去新街 找個大伯 上車吧 好啊 好啊 這裡就是斜路的尾 斜路全長1000米 傾斜度是1比10 那你說剛才的位置高出這裡多少 要考我啊 不過這個問題也挺有趣的 斜路的傾斜度是1比10 假設傾斜角是pheta 那 tangentpheta就等於1比10 即是 傾斜角等於5.71度 斜路長1000米 假設剛才位置高出這裡h米 那 h米比1000米就是 傾斜角對邊的長度 比斜邊的長度 即是傾斜角的正眼 這樣就算到h約等於99.49米了 大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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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強 你來了嗎 是啊 還以為你出去了 我們還打算走 我想買多塊地出去看地 陶責在這裡 是啊 那塊地有1100米 那麼大 是啊 對了 你給我計算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大 大伯 等我幫你計算 好啊 哈哈 先將塊地分開成一個直角三角形 和一個直角梯形 先看直角三角形 假設這個角的對邊長x米 輪邊長y米 x比35就是這個角對邊的長度 比斜邊的長度 即是傾斜70度 所以 x等於35乘 傾斜70度 約等於32.89 用同樣方法 y就等於35乘 傾斜70度 約等於11.97 將11.97乘32.89 再除以2 就計到三角形的面積 大約是196.85平方米 然後再計算梯形的面積就可以了 梯形的上底和下底就知道了 那高是多少呢 給你提示 這個角是多少度呢 這個角又是多少度呢 那這段又是幾長啊 大家又知不知如何計算梯形的高呢 快地有沒有1100平方米那麼大呢 Cut OK Good Thank you 哈 表哥你真的挺上鏡的 你們演戲也做得不差 哈哈 志哥麻煩 跟我辦完職事 又跟我開機 你別所謂的 我給你講什麼 哈哈 對了表哥 剛才的數字真的不懂計算 是啊 我不是演戲的 那現在收拾東西回家教你 好嗎 好啊 好